加上我的干劲就完全不一样 我的动力就完全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这个节目有没有广告 因为我又恢复不用作用的方式 自己来做这个直播 哎哟 星哥你好 哎 不是星哥 哎呀 我的酒鬼老兄 酒鬼老兄 哎呀 加拿大人好 加拿大都是我老朋友 我的老朋友的好处就是 这么多年不弃什么 不弃不放还是什么 那个词我忘了 哎呀 感谢你们 艰难的日子 不能说很快过去 但是艰难日子一旦过去以后 活下来的人会更加真实生命 而且呢 活下来的企业 有可能有能力 让自己转型也好 新的发展也好 总之一个新的产业的时代 就来临了 小伞 你好 小伞 你好 现在大家都是向星哥学习 一块九毛九 不错 一块九毛九就是一个新意 就是一个人场 有时候我在街上行走的时候 看到一个人在表演 无论是音乐还是杂技 还是什么东西 不管我是看或者不看 如果我不是非常紧张的赶路 我一般都会扔下个一块钱两块钱 如果那一天我心情特别好 过来就五块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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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多利 你好 你好 现在 你的情况现在应该是很不错了吧 那么我当时的判断 就认为CNN的报道和CBS的报道有问题 尤其是说老死这个报道 我认为有问题 虽然CBS和CNN是我很尊重的几家媒体 他们一般来讲不会捏造新闻 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消息来源不够严肃 不够认真 或者是不那么可靠 所以当天我就做了一个点点金的事 后来有我的会员就问我 他跟你凭什么判断 我这个判断已经反复了很多次 我说如果有这个金正恩去世的消息 或者说他重病 那么一般来讲 都会有异动 当年的金日成 当年的金正日 他还没有宣布死刑的时候 我们已经从各种方式捕捉到了新闻 所以有一些人以所谓的红二代的身份 其实红二代算不上红三代可以这么说 因为他的爷爷叫秦立正 秦立正也不是什么大的红二代 虽然大的官员 他当过新西兰大使 也当过了据月点的大使 月点现在一塌糊涂 但是他属于老资格 因为他当过外交部领事司的司长 也一度参与刘少奇的外事工作的外事秘书 但是级别并不是很高 资格比较老 而且应该去世好几年了 2007年就去世 我为什么会熟悉你的秦立正说起来很奇怪 因为我的朋友 跟秦立正的孩子就比较熟悉 因为秦晓英 他是在社会院工作过 近代史也算有一个想走学书道路 但是没走通 没有走通以后 就走宣传道路 在外宣系统当过一个办公室的副主任 还是什么主任 后来在党进杂志当过总编室主任 还有几个杂志他们一度还搞过一个好像是战略杂志是什么东西 反正是秦晓英是想干点啥 也属于一个有一种国际观的媒体人 但是毕竟理解不清了 后来没有升上去 当过一个什么中国经济报的总编 那我的很多朋友 还不止一个朋友 好几个朋友 跟秦晓英是同事 对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感 当然也没有特别的 谢谢 一看到你的照片那么年轻 没想到是你的公子 谢谢 你是持久的对我进行支持 那么我不知道秦凤啊 秦凤是个女孩吧还是个男孩 那么这个是香港卫视的采访组件 说他是红三队 红二队很多媒体引用他的说法 说他也不发这个假消息 然后引用了今日成竞争日 哎呀这个人应该是比较年轻 否则的话如果他知道今日成竞争日怎么死的 西方媒体怎么报的 那就要明白 官方发丧的正式日子 是另外一样的事情 但是呢西方了解 金日成和金正日 又是另外一样的事 对吧 所以呢 金日成和金正日啊 他们死亡的时间上次好像不是很多年 不是很多年 所以对我这么一个老资格的人来讲 还是可以说是忧心 那么我呢 另外就是不是去批评这个红三队红金队 我觉得他发这么一个推啊 一个博客 无所谓 就是因为他可能了解情况 他相信他的这个来源 但是我觉得可笑的是呢 就是这些媒体 这些媒体啊 包括可能明镜 明镜可能有转发 大家一看反正没什么消息来边嘛 有这么一个人说一下 而且这个人呢还是有名有姓 对不对 而且还有一点背景 而且是出生于外交系统 多半一些了解情况 实际上他们家的人呢 我不知道他是秦小英的女儿 还是秦小浩的女儿 因为他们的小孩啊 有一度是在纽约生活 他们家里有一些小孩在纽约生活 那我的一些朋友的小孩 跟他们家里的人呢 是有一些接触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秦峰这个人 因为我也不知道香港卫视这个人 然后我就问香港朋友 香港怎么有一个电视台 叫香港卫视啊 我也从来没看过他的节目 听说是要办成一个把中国的故事讲好 要在全世界发展起来 类似于要搞 这个叫什么 凤凰电视台一样的 也是一个有理想 有经济实力的人呢 曾经办的一个媒体 主要的是在香港剧场 但是呢在内地我不知道 你们能不能看到 但是一讲到卫星电视 哎呀又来了 一些家里的鸡蛋啊 是不是多了几个 所以打赏最近明显增加 而且昨天还是前天 一口就给我打了十几块钱 也对于一些这样一个 长期生活在西方的人 很珍惜金钱的一个人 能够打上十几块钱 了不起 而且今天打上两次 也了不起 香港卫视啊 身不封实 什么叫身不封实呢 第一 现在已经不是卫星电视时代了 一中风过去 卫星电视就是一地鸡毛 那些在台湾 在香港 在中国大陆 高速发展的卫星电视 除了个别的几家 可能产生的一些节目以外 基本上是很难以发挥他们的力量了 因为人们现在谁啊 通过卫星的开电视啊 对不对 网络电视打开手机 打开电视 结果现在都是网络电视 而且网络电视虽然没几块钱 像明镜 我们马上可以上亚洲的卫星 没有问题啊 对不对 一年几十万上百万就可以做一个频道啊 美国之音做那个 亚洲的卫视 亚洲的卫星好像一年是六十万美金 当然也 美国之音不同 它一天只有两个小时 明镜是二十四小时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能钱多一点 但是问题不是这个钱的问题 问题是回报在哪里 当然美国之音它不讲究回报 如果它讲究回报 那就是它的问题 它不讲究回报 那我们不行 我们必须讲究这个回报 这个香港卫视呢 我真没听说过 不过现在香港为什么也听过 这个亚洲电视现在也完蛋了 没有了 但是早几年这些红色资本拼命去投机 拼命想呢 利用这个亚洲电视做点文章 不也说亚洲电视TVB也是这样吗 TVB和亚洲电视这两个电视台 我的好朋友很多 尤其在1989年六四的时候 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的报道 非常的勇敢 当时我们的小姐姐 我们的小哥哥 一个一个台湾香港小孩 没有经历过这种战争场面 但是枪声响声音都发动 颤抖 六四之后几年 香港卫星电视亚洲电视 跑到我家呀 来做这个纪念性的节目 但是到了后来红色资本一去 这些电视台 听说一个一个都变成红色电视台 变成红色电视台没有问题 问题是谁看 香港卫视跟亚洲电视台 跟这个凤凰台一样的 就是没人看 我相信没人看 当然我具体不大了解他的情况 这个不是我批评香港卫视的时代 批评同行 还需要口袋 留一点口袋 我至于说秦凤 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他写这个 推也好 微博也好 不知道在哪里发的 这是他自己了解的消息来源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糟糕的就在于这些媒体 把他作为一个消息来源 在引用 哪里有什么消息来源 香港亚洲电视 你以为他有红色资本 或者是有维大中国唱好声音 他有什么独家消息吗 如果他对北京了解的什么消息 香港了解的什么消息 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他了解朝鲜消息 不要说他 就是中联部 有消息 也未必要敢说 你看骆驼社 早几天的报道 我就提出质疑 什么中国医疗队啊 去朝鲜跟金正恩 什么手术有关 骆驼社啊骆驼社 我的哥们这么多 在那个里面已经几十年了 现在骆驼社我经常赞扬他 确实还不错 但是骆驼社日子难过 一方面呢要裁减人员 另外一方面呢 骆驼社关于很多的中国消息 有时候也是有十五 十八大 十九大他们有很多消息来源 动不动三个消息来源 不好意思批评骆驼社 你们有时候三个消息来源都是错的 至少关于北韩的这个消息 我判断起来 你们跟以前有些错误的消息一样的 三个消息来源是糊弄人的 就跟西方的媒体经常搞平衡报道一样的 假讲一句 西讲也要 野讲一句 其实都是胡说 但是把两个人都胡在屏造一起 好像是完全平衡报道 我不玩这个东西 我认为西方的媒体 从技术和专业的角度来讲 就有问题 因为当时候的电报体 使用的是 就是要尽可能简短 把各自的消息平衡 报道出来 但是现在这个大媒体 也是采取这种电报体的方式 这种所谓的平衡的报道 其实是自己骗自己 也骗读者 但是这是一个专业上需要探讨的学识问题 这不是说这些媒体受中共控制 就像我们生活在西方 我们觉得法律有很多问题 政府制度和体制有很多问题 选举制度有很多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通通都是专业和天堂的问题 和中国的问题不能放在一起来讨论 就像明镜的有一位嘉宾 他经常批评美国的问题 我觉得他批评的蛮有道理的 但是他老是把中国的问题放在一起来比 那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中国那是个地狱的问题 对吧 我今天讲了李文足和他的先生见了面 大家今天都为这个场景 非常的感动 非常的激动 我呢就是看了一下他们的 因为我长期追踪他们的这个推特 就是他们的视频 所以呢我对他们的这种家人的情感 家人的这个痛苦 我特别的有一种同情 或者至少关注的东西 但是我很少讲话 但是今天很多人为他们的团聚在一起 感觉到高兴 那么我就只写了一句话 我说一个国家只要还有一个政治犯 这个国家就是地狱 所有的这个国家的人 都应该为这样一个政治犯的存在 而感觉到羞耻 所以我从来不为中国 这个国家感觉到什么光荣啊 什么荣耀啊什么 统统没有 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在我看起来就是地狱 就是个地狱 但是我没办法 我是从地狱里面出来的 地狱出来的 我希望它不能变成一个 不能持续下去 要变成一个文明世界的一部分 所以我一直以来 举张的这个价值 就是中国要成为文明世界的一部分 如果不成为文明世界的一部分 那就惨了 不过我今天等一下再讲这个话题 我回过头来要讲金正恩 那么金正恩 最近几天的消息非常多 大部分的消息都说 两个字形容 第一大家要看这个人是什么人 你不能听到这个人是金正恩死了 你就听他的 你要看看这个人的背景记录 有没有可信的记录 但是 我们的观众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缺乏最基本的判断方法 连判断方法都没有 所以整天传的这些东西都是 这些虚假的消息造成了 一个一个垃圾桶 这些人有的是生活在西方 他不简单来说 是在中国那个地域里面 他本来就是在西方 而且有的在西方很多年 完全没有对信息的基本判断能力 我讲得很清楚 我们看到一个国际的大事情 我们一定要 你要首先相信 不要说相信嘛 首先去看国际大媒体有没有报道 ABC有没有报道 福克斯有没有报道 CNN有没有报道 纽约时报有没有报道 这些媒体如果没有报道 你一般就不要去转那些 今天正在的大新闻 因为正在今天大新闻 这些媒体一定是 24小时在追准 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这些媒体虽然在川普的眼中 都是假新闻 因为这些媒体一直以来揭露川普 所以川普不爽 在骂这些媒体 实际上这些媒体在我们看起来 就是比较严肃和可信的媒体 尤其是美国的媒体 美国的媒体跟英国的媒体还不一样 英国的媒体有几家比较严肃 BBC 和 BBC 还有 金融时报 其他很多 英国的媒体是小报 澳大利亚也是一样的 小报太多 法国呢 稍微好一点 但是整体来讲 实际上最顶尖的媒体 确实集中在美国 确实在集中在美国 不管它是左或右 他们在国际行为的普通能力是比较强 而且相对来讲比较严肃 比较严肃 但是大家要小心 看对方讲话的消息来源是谁 如果是匿名消息来源 如果说明写的是白宫匿名消息来源 或者国务院的匿名消息来源 不愿意透露姓名消息来源 也是可以值得重视的 但是呢如果对方有来源 那你是一定要重视 你看这几天我最关键的不是彭佩奥讲什么 也不是川普总统讲什么 我最关键的是 国防部讲什么 参谋长联系会主席讲得非常清楚 三天以前还是四天以前讲的 军队和核武器还是掌握在金正恩手中 那这个东西我非常相信 我非常信任 另外就是日本的媒体 日本人是很严肃 很认真 但是他们的国际新闻不靠谱 尤其是关于中国的消息 错得离谱 这个也是我很奇怪的地方 我经常跟日本朋友探讨 我认为你那么兴奋 长得跟中国一样的 人家辨别不了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但是你们那个消息怎么那么八卦 那么搞笑的东西 也许日本媒体 他们有他们竞争的压力 什么老死亡啊 变成植物人啊 日本一个周刊他知道 日本的政府都不知道 你要听听日本的政府讲什么 日本的政府也是比较严肃的 而且日本跟韩国的关系 是高度敏感 日本人被北韩人绑架 而且很多北韩人生活在日本 南韩人生活在日本 朝鲜又是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日本其实比很多国家 他们对来自于北韩的情报 都特别关注 而且从安全的角度来讲 那个冲冲导弹一不小心 就打到日本 有一次 北韩的导弹打过来 筹动了日本的警报系统 以为导弹要打到本岛 所以日本的防务官 如果日本的外交系统 如果没有讲话 你就会知道 你要小心一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清瓦台 就是南韩政府 南韩政府如果他出来讲话 是比较可信的 但是南韩也有很多媒体是不靠谱的 尤其是关于北韩的什么官员淫乱啊 什么性兵态啊 谁谁谁怎么样 北韩快要玩啊 那很多的消息来自于 从北韩逃出来的人 北韩逃出来的人 一方面是反对独裁政权 没的话说 第二是向往自由 也没的话说 但是他们的心里总是期望 北韩赶紧完蛋 金家文朝赶紧完蛋 然后他们又要表示自己还存在 所以很多的谣言 很多不靠谱的说法 很多荒谣的东西 很多是来自于 所谓的脱白者 有这么一个特别的词 抱歉啊 你们的消息 我基本上是采取了打折扣的方式 虽然你们的处境 值得同情 虽然你们的理想 我也支持 但是你们的消息和观点 我基本上是不入彩了 或者是基本上采取不信任的态度 这一点我讲了 流亡政府 或者是流亡人士 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群体 很悲哀的一个群体 从同情的角度来讲 这些人都是值得同情的 一个意义上 我们海外的很多华人 都应该算有流亡者 我也应该算有一个流亡者 但是呢我只是没有流亡心态 因为我觉得我来到了这么一个美好的美国 流什么王啊 如果当年知道美国有这么好的话 我早就主动流亡很多年了 我根本谈不上流亡 因为流亡的一个概念就是还希望回去 改变祖国 成为未来国家的领导人 或者是满脏原来的王朝 但是我没有这个冲动 我现在已经从心理来讲 从身体来讲 我已经完全是西方社会的 一个拿据人 一个守法的一个人 我就愿意愿意 自己的一辈子生活到这个地方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我已经毫无流亡者心态 毫无流亡者心态 但是对于流亡者来讲 我们应该多一点同情和理解 多一点同情和理解 但是有时候你当然你不太理解的地方 就是说你可以同情他 可以理解他 但是他咬人 还乱咬 其中咬这个大外宣 我就觉得实际是不相话 为什么呢 你既然知道大外宣有那个钱 你为什么不给大家分一点 或者说我们一起来找到 共同的大外宣的途径 那我回头讲 路透社讲的医疗队 中国的医疗队 根本不是去抢救什么金正恩 OK 而是呢 北韩等整体的医疗系统 公共卫生系统 也得到中国的指导和支持 所以中国是 派出这样的顾问团队也好 医疗团队也好 给予他们一些公共卫生系统的指导 或者是帮助 这是人道主义 这也是中共革命外交的一部分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那么医疗团队 居然也不是就金正恩 而且金正恩那边 朝鲜那边根本就不相信中国人 在骨子里面 他们就恨中国人 在骨子里面就不相信中国人 那么我刚才讲 如果你这几个消息来源 如果宣布变变线 首先不是国际大媒体 然后不是五角大楼 不是日本的防卫系统 日本的政府 不是南韩的政府 不是国际上认可的大媒体 你一般来讲 你的消息来源 你就不要去转 不要去发 不要去相信在香港这样一个 我不能说是小媒体 我也不能说它是红色媒体 至少我没有听过的一个媒体的 一个什么彩虹 彩虹总监 我就不管它是红二代 红三代 红四代 红五代 我根本就不认为 它是一个全位的消息来源 人们也不应该用这个眼光去看待它 不管它是不是发假消息 发真消息 这是它个人的一个发布 对不对 它个人的一种观察 和它个人得到的消息 也许有一天 可能真证明它是对的 哎哟哟 好厉害 但是呢 到至今为止 这是一个不可以被信任 和转罪的消息来源 它当时搞得不好 明镜都转发了 那我也没办法 因为明镜有这么多的编辑和记者主持人 他们去采集什么消息 我平时根本不管 只有偶尔的时候 除非他们来问我 这个可不可信 但是哪里有什么消息 他们都能问我 所以呢 明镜转发很多消息 可能是错的 大家只去纠正它 但是未必每一个消息和报道 都跟我联想在一起 就像明镜的嘉宾一样的 大家现在看到 我们的嘉宾里面 各种层次的人都有 有高水平的 有一般水平的 有左的立场的 有右的立场的 就是媒体平台嘛 你不能去抓住某一个人的讲话 某一个人的东西 去说那是和平的立场 或者和平就是这么说的 但是呢 我确确实实是 到现在为止 也受于那些极端分子 所打出来的 他们设限的一个界限 就是没有想见金正恩死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应该符合他们的大卫星的标准 对吧 但是金正恩下一分钟是不是死 我不知道 此时此刻 没有任何的机箱显示出来 金正恩死了 没有任何 即算是北韩在金正恩死了以后 他50个小时40个小时再公布 但是呢 我相信信任 美国不是情报系统 就是卫星系统 美国的情报系统 未必那么可信 但是它的卫星系统 军方系统 南韩的军方系统 日本的军方系统 我相信他们的普通情报的能力 是比较强的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是 怎么去看待国际新闻的 今天中队的时候 你怎么去判断 不要相信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你要相信的话就惨了 除非这个社交媒体里面 它是大媒体里面 他们的一个账号 否则的话大家不要去浪费那个精力 何必呢 消耗自己的心力 第二个就是要讲 今天讲的第二个话题 就是川普总统 跟法国总统马克宏通了电话 非常好 为什么非常好呢 因为美国在最近几年 犯的错误非常严重 其中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 清雷一举 它因为退屈这个事情很爽 像我们个人退屈没关系 但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 而且美国是世界上的领导者 你退屈了以后 就给了流氓地痞 一个发挥的空间 不仅是美国发了一个错误式退屈的问题 而是美国在国际社会里面 国际组织里面 没有勇敢地承担领导者的角色 这个不能完全关于川普 以前的奥巴马总统 以前的小布什总统 以前的克林顿总统 以前的老布什总统 那一系列的总统 都在里面应该有责任 尤其是最近十几年二十年 以前对这个国际组织 绝对谁来当历史总裁 可以 但是没有想到这些国际组织 只要被中国人担任了 那基本就完蛋了 只要是中国人 不管它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还是来自于香港 只要是中国人 甚至是海外华人 都不要对他们担任国际组织 的领导人寄予什么希望 我到海外这么多年 我有一个事情 是我最不愿意做的 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之一 很多事情我不愿意做 其中一个事情 我就对华人参政没有兴趣了 对华人成为政治家 毫无信心 毫无信心 我不管还是生活了两代 还是从台湾来的 从香港来的 从中国大陆来的 我统统没有信心 这个有一点抱歉 所以有一些老是说 我们华人要站起来 我们华人要有对应人 我们华人怎么样 我们有兴趣 虽然我的朋友有成为了政客 有的成为了部长 有的成为了国会议员 有的成为了各个 官僚体系里面的一部分 西方政府 我也不能说不为他们高兴 但是我从内心事件里面讲 我觉得不是个好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你作为一个华人 在中共这样一个独裁政府还存在的时候 你只要是华人 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 来渗透你 来影响你 然后你最终 就失去了独立性 你的独立性比其他的主义 要艰难艰难很多 我不怀疑你的人格 甚至我也不怀疑你的人品 但是我觉得 作为一个华裔的人 你生活在华裔社区 你难以避免那个病毒 也就是说 你根本没有隔离员 你看在纽约 有一个人一度 这个社区合同也参加 那个社区合同也参加 名声很大 大家拉大鞋做虎皮 各种社团拉到他的车 我听了他的几次讲话 看了一下他几次做的事情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后来他越来越膨胀 他不但越来越膨胀 而且去了中国访问 我一看去中国访问就彻底完蛋了 玩什么玩 不要说你是来自于台湾 或者你在这里土生土长 你只要去中国大陆 你就一定完蛋 一定完蛋 那么我曾经 有一些朋友 私人关系还特别好 私人关系还特别好 这个人后来一下子 成为了国会议员 一下子还成为部长 哇 以为他能够做什么事 他不当那个部长 不当那个议员 反而可以做的事 当了那个部长 当了那个部长 他做不了什么事 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事情 很悲哀的一个事情 而且他做的这个事情 弄得不好还是个烂事情 还是个坏事情 还是个坏事情 所以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华人也许 如果中共这个体制 不进行根本上的改变 不仅是中国大陆的人 保受这个体制之害 而且海外华人 也受到连累 他不能在美国 完成他的独立人格 不能完成独立人格 你像我 我在海外孙世宇做了这么多的出版 出了这么多书 做了网站